琴琴 琴琴 好了阿天 哎哎哎你等一下 你干啥呢 家里屋里有人了 这是你家屋里能有谁啊 你没看到地这么干净吗 赶紧脱鞋呀 脱鞋进来啊 你这么晚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这不是过来给你送点水果吗 你这么晚给我送水果 你这水果送的有点突然 你是有什么事吗 没事 哎 你这晚上你咋不关窗帘呢 你干什么 天太晚了我帮你把窗帘关一下 没事 嗯 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没啥事了 我就过来给你送点水果 你这无视心情非心急炸呀 你看你说的呀 我有那么坏吗 你就像那戏游戏里面 那个老方丈一样 什么老方丈呢 你不知道吗 就是 嗯 新闻戏里面那个 嗯 女施主 我给你送你茶来了 你可拉倒吧 我给你送的是水果 看你想了 关键是你这水果送的也太突然了 嗯 坐吧 我去我这坐哪呀 嗯 做地产呀 我抵这么干净 嗯 那行吗 哎呀 琪琪 你看你这房间弄的不赖呀 这么多衣服 整得跟你家似的 嗯 那不是玛丽前几天过来了吗 给我带了点衣服 我就收拾收拾了 怎么吗 不行吗 你看给你意外的 自从你住在这个房间啊 我都没有进来过 谁知道变化这么大呀 哎呀 行了 你有什么事你赶紧说吧 我没啥事 嗯 赶紧说啊 嗯 不是那 我是想跟你说啥来着 就是 我小姨这不是来了这几天 有多少误会和不愉快你 你别往心里去 那咱俩不是说了吗 你没事啊 你再说了小姨别说也好嘛 琪琪 你越这么说 我心里面就越愧疚 你也知道我从小 就在我小姨家长大 她对我很好 所以有些话我不能当着她的面说 是啊 今天小姨也跟我说了 她到现在还惦记你的事吗 嗯 我跟你说实话吧 刚才小姨给我打电话了 说让我过来给你说说 别让你生她的气 我怎么可能生气呢 再说了 要不是因为我 也不会引起你这些事 我要是不来的话 买了这么多事嘛 只要你不生气就好 哎呀琪姐 我再跟你说一下啊 以后不管我家谁说些人的 都不会有任何恶语 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我知道 我又不是小孩 再说了 阿姨对我那么好 啊 那没那没事吧 那你休息吧 你妈 你就是为这个事来找我的吗 是啊 不然呢 难道我找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我贪吃我孤身 圆晚风 我贪吃我孤身